我觉得吵架其实是沟通的方式 如果说有效的争吵 每一次吵完以后 你会发现你对他有更多了解 无效的争吵就是 吵完以后你就很想干掉他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浩宜心理师 我在心理智商的工作呢 已经工作十几年了 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 我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你能够好好地觉察自己 跟觉察别人 其实有很多关系中的问题 是可以有良好的解决的 这次跟Yota合作的课程呢 我想是坊间比较少见的课程 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课程而已 我把心理智商跟治疗的概念 带到这个课程当中来 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 仔细地去分析 以及觉察自己和伴侣身上的问题 这个课程呢分成五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婚姻关系 我们的伴侣关系 其实跟原生家庭有关的 从第二个部分呢 到第五个部分 它是由一个婚姻治疗的 实际的步骤转换过来的 在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 自己在关系当中 所需要负的责任 如果你可以看到 自己在关系里头的位置 你所看到的伴侣关系的问题 就变得不一样了 那么在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要再带大家去看一看 其实伴侣之间的互动 是存在一些问题模式的 包括你做了什么 让我变成这样 以及我做了什么 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第四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去找找 你会这么做 跟我会这么做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它可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 跟我们的爸爸妈妈 跟我们被教养 长大的方式是有关的 以及我们来到了最后 当我了解到 我现在为什么 这样去跟对方相处 而这些受到我父母 什么影响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改变了 并且在改变上 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克服的难关 希望上完这堂课程以后呢 你可以对你的关系 有一些新的看见以及觉察 邀请大家一起来试试看